吴梦书 你不知道的中国回忆 作者 严航泰 播讲 夏秋年 大家庭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天早上醒来八点多 我赶快起来穿好衣服去吃早饭 走出来一看 我后妈已经起来 在阳台上浇花 我去打招呼 她笑眯眯的问我 睡得好吧 老妈妈已经给你做好早饭了 你去吃吧 我问 那您呢 我已经吃了 我早上不吃什么 只吃了一点粥而已 我到饭厅一看 桌上摆了一大堆 老妈妈进来说 你们早上是不是要吃烤面包 你还是要吃粥 我说 我在北京不吃粥的 我已经烤好了面包 牛油果酱都在桌上 还有干烙也在桌上 我还煎了火腿鸡蛋 都还热的 赶快去吃 你喝茶还是咖啡 我两样都有 我说 我随便 我自己来好了 我都烧了 在桌上 你自己倒 牛奶也在桌上 我心想吃一顿早饭还这么啰嗦 真要命 我只能说 谢谢你 我会自己弄 我后妈进来说 你谢他做什么 这是他该做的 老妈妈听见他的话就脸一沉说 谢谢佣人 谢不得吗 这个少爷懂规矩 跟老爷一样客气 有什么不好 说了扭头就进了厨房 我后妈说 这老婆子今天又犯老毛病了 这么凶 甭理他 我笑了笑 赶快吃东西 我后妈也坐在桌旁 好像是要跟我说话 这时我爸爸在睡房里叫他 他赶快离开饭桌去卧室 他一走 老妈妈就出来向我看 一面指着我后妈的背影 撅了撅嘴 我看见这两个老太太之间 你来我去的实在太有意思 老妈妈是他们从大陆来香港时带来的老佣人 所以他胆子大 因为他知道这家庭的一切底细 而且他做了几十年的佣人 打算告老还乡了 所以什么都不在乎 我爸爸叫我后妈 是因为他起床后穿衣服时没站稳 头碰到墙上 差一点没跌倒 这时我就想到 我父亲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什么时候离开人世 谁也不知道 我想到我的处境 不免有点担心 我父亲在 我是可以轻松的过日子的 但是如果我不能自立的话 那就很危险 一旦这靠山没了怎么办 我想找一份工作可以独立生活 我父亲叫我进他的卧室去 对我说 你妈咪很关心你 要你今天上午就出去买几套衣服 把你身上的这套解放装脱下来 不然就太引人注目了 像个乡下人或是共产党 你们现在就可以下去 阿红已经把车子开出来停在门口了 阿红是我们雇佣的司机 是个广东小伙子 相貌挺端正 后来他跟我关系不错 我从他那也知道了不少消息 我和后妈一起到一家服装店里挑衣服 我反正不懂 他挑什么我就穿着试 他说行就行 他说 我们先买几件 现在年轻人穿什么我也不很清楚 等买好回去穿给凯蒂他们看看行不行 他们知道该穿什么 凯蒂是康泰的老婆 他也很时髦 我们买了衣服回去 就看见他和他的儿子 也就是我爸爸的孙子了 他的中文名字是颜家帮 因为他们那一辈是家字排行 我在买衣服的店里才感到自己真是个乡巴佬 店里的店员都穿着漂亮 也很客气 他们一看就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 于是就给我后妈提出许多建议 拿出许多衣服来给她看 这时还听到音乐 我浑身不自在 真像刘姥姥进了大官员似的 我们出来 阿红已在门口等着呢 我上了车 才松了一口气 我在家穿了新买来的衣服给爸爸看 他觉得不怎么样 就说明天叫采访来量身 做几套西装 可以轮着穿 然后凯蒂就进来看我 他说 这些蓝布的衣裤平时可以随便穿 要比西装自在 我们明天出去买几件 可以换洗 听说在加拿大的姚太和在日本的归青 也都会来香港看你呢 这两个人我没见过 心里好奇 到现在我才知道 我爸爸跟我后妈生了四个孩子 我算了一下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爸爸头一个老婆生了四个 到现在只剩下三个 这个女人生了四个 加起来一共九个 跟我祖父生的一样多 一个人能生那么多 怪不得世界人口越来越多 中国数第一 正在这么胡思乱想 爸爸就叫我和他一起出去吃中饭 电梯下去 阿红的车已经开过来了 我们到谢尔顿酒店的咖啡馆 在车里 我爸爸塞给我一把钞票 说是要我放在身旁 贝儿不用 一大碟钞票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钱 拿起来就想点算 爸爸叫我放在口袋里 回去再数 我从镜子里看到阿红在笑 不知他笑什么 下午买了衣服回家 就看见香泰 他的英文名字是保罗 他长得比较高 脸长得和他妈一模一样 也是小眼睛 他见了我 满脸堆笑 过来拥抱我一下 就自我介绍说他叫保罗 还说他住在下面麦当劳道原先爸爸出来香港时住的那套房子里 他说他一个人住那套大房子很空洞 叫我去和他一起住 我也会有我自己的睡房和洗澡间 所以很方便 他养两只小狗 是法国种的卷毛狗 浅咖啡色 倒是挺好玩的 他说 如果我没事可以帮他遛狗 我心想 这家伙真有两下子 头一次见面就已经打算利用人了 我当然满口答应说 我很喜欢狗的 出去走走还可以认认路 一举两得 他开车把我的行李和我一起送下山到麦当劳道去看看我的新居 这套房的确很好 客厅的窗外就可以看见海港 虽然也算是半山 但比甘德道方便 从麦当劳道出来 沿着花园道走上去到甘德道大约15分钟 也还不算太远 我每天早上起来后 就从花园道走上去 在甘德道吃早餐 然后等爸爸起来 再一起出去吃午饭 自从我到香港的第一天晚上见了康泰一面之后 一直没有看到他 不知他到哪去了 可是他老婆孩子却天天都在甘德道 我心里猜 大概他出去旅行 可是怎么不带太太和儿子呢 我又一想 何必多管闲事 他们不告诉我 我就不必多问 我每天吃早饭 我后妈就会来跟我一起 坐在饭桌上看我吃 我请他一起吃 他说他已经吃过了 而且他说他不吃面包 只吃粥和一些冷的剩菜 以及配粥吃的酱菜肉松之类 他坐在那儿是想和我谈话 可是大概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问我新住处怎么样 还舒服吗 我说很好 我同保罗也相处得很好 我天天替他遛狗 走走路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而且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 他接着说 他替我们新找了一个佣人 专门来打扫房间 洗衣服 运衬衫等等 停了一下 他就转入正题了 他说 你小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打电话到花园村去找你父亲 好像是你干妈接的电话 把我骂了一顿 我就赶快说 事隔那么多年了 您还记得那么清楚 我当然记得 你干妈也是帮你妈 怕我把你爸爸抢走了 你那时大概才一岁 不会懂得大人的事 不过说老实话 你爸爸就是花心 如果我不找他 他也会找别的女人 到了香港 他也曾有过女朋友 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唐小姐 还不是因为我发现得早 把她赶走 不然不知会怎么样呢 说到这儿 他朝我看看 我只是微微一笑 他看我并不认真 也没生气 他也就笑了 他接着又说 你爸爸并不想跟你妈离婚 是你妈非离不可 他也没办法 王国珍到现在也没跟他离婚 还不是也跟到香港来了吗 我也正在想 不知王国珍在哪里 我就问他 那他们住在哪 我要不要去看他呢 你爸爸昨天晚上跟我说 下星期带你去看他们 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去了澳洲 你家兄弟洪太后来回香港做生意 娶了个太太姓石 我最讨厌他 又奸又华 是他拼命追洪太的 老二豪太到美国去了 娶了一个养老婆 好像是有个女儿 他把王国珍接到美国去了 王国珍非常不习惯 最后还是哭着回香港 他的二女儿归照和他同住大坑道 归照的婚姻也和他姐姐一样不好 结果离婚完事 他姐姐也是因为婚姻破裂 一病不起 死在台北了 我脑子里忽然想起 好像这归称同我妈还合得来 我妈曾对我说过 想不到他竟然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各有命 有人生来就有福气 有人生来就是苦命 我最小的一个是女儿 嫁了个日本人 你爸爸很不高兴 我倒觉得无所谓 只要他自己高兴就得了 孩子都大了 你还能管他一辈子呀 老二姚太在加拿大 自己做事 顶好 他也结婚了 他们听说你来了 都会回来看你 下星期你就看见他们了 你爸爸大概想叫你先去看王国珍他们 洪太自己做生意 说是要送你两条裤子 我看大概又是什么退货 拿来送人情的 我心想 我不应该听他背后说他们的坏话 不过听了也就算了 还是得等到我自己看到他们之后再做结论 我们这么谈话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那边爸爸又在叫后妈 他站起来赶快走到卧室去 他一走 老妈妈就从厨房里出来 对我朝我后妈的背影 撅了撅嘴 低声对我说 他是什么好东西 跟老爷住 还带两个脱油瓶的女儿呢 去接你的那个叫玛丽 是老二 老大叫艾丽 嫁到法国去了 他不好意思 就让他们叫阿姨 不敢叫妈 其实他们就是那个姓路的生的 还有两个儿子呢 他们在大陆没敢带出来 他轻轻说完 就又回到厨房里去 我听了 心里觉得挺有意思 社会风气 人的习俗 个人的欲望 使人和人的关系就此复杂而虚伪 又可悲又可笑 要做到自己心满意足 又不伤害别人 不容易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